Hello,大家好,我是肖西西 今天呢,我们来录这件衣服的袖子的教程 袖子的教程呢,我们一看嘛 我们这个地方是正面 就是我们这个长征 第一行,就是第二行的长征这个地方呢 我们当作正面 这行长征和这行长征都在正面的时候是正面 然后我们找到袖子后边部分 就在后边 这是前片嘛,这是前片,这是领口 在后面部分 然后呢,我们找到 腋下也行,如果你会排花的话 在腋下也行,不会排花的话 我们就在后面修的这个地方 勾长针,勾扇线花的这个地方 起这哈 我们那个其他的尺寸的修的都有讲啊 我这个是 那个大马的一个尺寸哈 然后呢,我们来从这个地方 从两花之间的这个网格 厚片哈,腋下稍上一点 如果你,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能数清的话 在腋下也是可以的哈 我们是圈钩 然后呢,也是一个无横的连接哈 那个,所以在后面也是不太要紧的哈 我们先把这个线打个活截 然后呢,在这个这个两花之间这个地方 勾那个三星花的地方 我们勾出来先勾半个三星花 然后呢,把这个线头勾出来之后呢 把这个线放在上面哈 把那个镜头往上拉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这个线绕在针上勾出来 这样我们就等于躺线头了 回头就不用躺了哈 勾三个锁针 勾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勾长针哈 勾那个,勾上三个也行 四个也中,都行哈 勾完之后呢,我们到这个地方 勾短针 一,二,三,四,五,锁针 勾短针哈 然后我们正常去勾 如果是另一只锈的话 应该在后面起针 起针完之后接着去勾这个地方哈 当然你怎么去勾一下 怎么排花,怎么看都行哈 这边怎么排花的,那边就怎么排花的哈 然后呢,我们勾到 把这一行勾过来哈 勾到这个地方哈 如果是另一个锈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起针 在这个滑起针 靠近这个页下这个上面这个滑起针 然后勾到这边呢,去勾我们的页下哈 看一下我们勾到这边 我这个是右锈子哈 我们在这个地方起针之后呢 勾到这个是我们的锈子哈 锈的部分 然后呢,我们勾到这个地方 如果左锈的话是在这个地方起针哈 然后勾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交扣位置呢 这个地方交扣位置是半个花 这地方是半个花是不是 我们勾过来哈 最后勾前一个地方 看到吗 我们这个地方是 扇银花两个网格 这个地方呢是半个花 我们就补起半个花哈 一个 我们之前勾到四个 我们之前勾到四个是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就勾到三个哈 最后勾到一只 然后呢 在这边哈 在这边 这边是补了这边的半个花 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补起哈 勾四个长针 勾完四个长针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勾一个短针哈 往格里勾短针 我们要在这个扇形花上呢 也勾扇形花 但是我们要勾 第一 第二排的扇形花 这个呢 是第二排的 第三排的扇形花 对不对 我们勾五个锁针 因为我们扇形花 与扇形花之间是 隔了两个网格嘛 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 勾一个短针 然后 一二三四五个锁针 再往格里勾一个短针 往格里勾完短针之后呢 我们中间是扇形花 看到吗 这是一个扇形花 勾了两个锁针 勾了两个网格 在这个里边呢 勾扇形花 勾七个长针哈 但是我们 另一半的话是勾了 一长针一锁针 勾了七个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是要勾七个长针的哈 一二三四五 六 七个长针 然后在三行 在往格里勾短针 一二三四五锁针 在两个网格之间勾短针 因为我们要勾出两个网格嘛 我们在绣的呢 没有夹针也没有剪针哈 如果你要是要那个 长绣的话 大喇叭绣的话需要夹针 但是我们正常的小微辣 是不需要夹针的哈 它会自然形成一个小微辣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勾长针哈 勾七个长针 也就是勾那个一个三行花 五个 六个 七个 然后呢 勾短针 四五所针 要花之间勾短针 我们就是把整个的绣的 花形顺起来就行哈 这个地方呢 勾半个花 先来勾四个长针哈 我们具体的什么情况 具体的去看我们 呃 就是勾完那个 呃 分完绣 对应的去勾那个啥 我们分完绣的时候 嗯 各个尺码都有交的那个 呃 那个绣的怎么的 什么样的勾法哈 这第一排的样子都都会 交哈到那个地方去找 交场 我这个呢 是大马达哈 大马达勾完应该是九个花的 这个地方呢 再勾半个花 交口位置再勾半个花 然后呢 这个地方勾一个短针 一二三四五缩针 一短针 一二三四五缩针 一短针 然后呢 把这边四个长针 三个长针补齐哈 然后呢 把它引拔 看到吗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整个绣子的花哈 在这个地方开始数的花 这是嗯 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哈 我是勾了九个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我们绣的是没有加减针的哈 没有加减针的 呃 就是一直往下勾 除非你勾那是喇叭秀哈 喇叭秀 呃 就是宽喇叭秀哈 其实我没形成一个小微辣的话哈 呃 就不用减针 它当然会形成一个小微辣在这个地方 如果呃 大微辣的话我们会讲在那个地方夹针哈 嗯 边勾边试 我们是圈勾哈 呃 具体就是我们不要纠结这个地方多少个网格 我们只是想到把这个花呢 全都串起来 呃 都是呃 七锁针两个网格 全都串起来就好哈 这个多一个网格 手一个网格 都要把它勾出来哈 勾出那个呃 七锁 七长针两个网格 七锁针两个网格 就这样串起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引拔到这边来 先把它引拔过来哈 引拔的时候松松的哈 然后引拔到这个网格的中间来哈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 呃 直接勾一个短针哈 直接勾锁针 一二三四五锁针 在这上面呢勾一个短针就行了 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哈 引拔过来 这是第二排哈 我们在这个地方多个计划扣 这是我们每次接牌的地方 我们螺旋往上勾 螺旋往上勾就行哈 所以我们只要记住戒头的地方 大概在这个位置戒头就行了哈 然后呢 嗯 照常去勾哈 照常去勾 长针 一锁针哈 长针一锁针 这样去勾 我们就把花顺起来了嘛 一长针一锁针 然后呢我们勾到另一头哈 勾到这边我们再来讲 看一下啊 我们一个山仙花 一个网格 到了我们 勾那个啥 引拔 今天这个地方啊 这地方不太好扣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 也是要勾七个啊 我们引拔了四针 应该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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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五 六 七个在这个地方吧 也是七个哈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勾一个短针哈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嗯 接起来了是不是啊 这样我们就接起来了 接了之后呢 我们来勾那个啥了哈 来勾那个下一盘 我们把它引拔到中间来哈 引拔到中间来 引拔中间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勾长针哈 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两锁针 锁针 一长针哈 看到吗 我们直接是这样勾哈 勾完我们再来讲 我们勾到接头的位置呢 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勾一个引拔针就行了哈 或者说直接勾一个短针也行 然后呢 我们勾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锁针 在第一个洞呢 勾短针哈 然后 一二三四五个锁针 第二个不勾 第三个洞呢 勾短针 三四五锁针 然后第四个洞 勾短针 勾网格哈 第六个洞 勾短针 看到吗 这是我们起进的那个网格哈 勾了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 勾五个锁针 第一个洞呢 勾短针 就是这个样子的哈 我们把它勾 勾到这边我们再来讲 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勾完最后一个花 这边呢 也是一个花哈 然后呢 我们 看一下街头的地方哈 我们直接绕线 在这个洞里呢 勾七个长针哈 七个长针 然后在第一个洞呢 勾短针 然后 这是第二组花了 对不对 我们往后都这样勾了哈 都这样勾了 然后去把这一个勾到这边 我们再来讲哈 我们来 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 袖子哈 这个袖子呢 我勾到这个地方就揭起来了吧 就是我们就一只螺旋的往上勾就行了 往上勾 我们勾多长呢 短袖的话 我们勾个四排五排就行哈 自己去试一下 中袖就是七分袖和八分袖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勾哈 来勾 然后呢 我们再远 我们的袖子呢 我们袖子一直往下 不加不点的往下勾的话 它会自然的形成一个 小微蜡的一个袖子哈 我们勾长袖的话 你就一直往下勾 勾到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地方都行 去试一下勾多少排 我们先来 讲那个短袖的和中袖的 结束 那个然后再来讲 那个长袖的结束哈 我们短袖的呢 勾完第五排 或者第四排都行哈 勾完第四排 第五排 勾第六排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勾三元花的七个长征 改成五个长征 改成五个长征 这一圈呢 都改成五个长征哈 改成五个长征 勾一排花 五个长征 五个长征 勾完这一排 就最后一排结束的时候 我们那个中长 就是七分绣的时候呢 我这个是属于七分绣吧 我勾了十二排哈 第十三排 第十三排呢 勾成那个 五长征的哈 然后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然后边试边去看 就最后一排的时候 我们中 中绣还有短绣呢 我们要 要进行收征哈 把它改成五征的 五征的 三征花 勾长袖的话 小威蜡的话 咱就不用收征 如果你要勾成那个收骨的 也可以这样去勾哈 我们先讲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再讲最后勾边哈 最后不管威蜡 还有啥的一个收边的情况哈 我们先去把这一行呢 嗯 这个呢 这一排呢 都是五个长征 其他的都不变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其他都是不变的哈 还是无所征 一短练的网格 短练的网格 然后五个长征 两个网格哈 这样去把这一排勾完 勾完我们再 去讲它的收边 我们把这一行勾到最后 看到吗 都是五个长征的哈 然后呢 我们这个口就自然就收了哈 自然就收了 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 小登陆绣哈 就没有那么肥了哈 但是会很好看哈 喜欢这种绣的话 可以这样去勾勾试试哈 然后呢 我们不管是五个长征的 还是七个长征的 我们勾到这个地方呢 就都勾完了哈 我们开始勾边了 后边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哈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勾那个啥哈 勾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 在这地方一个 起立筋嘛 勾了个短筋嘛 然后呢 到这边呢 再勾一个短筋哈 勾一个短筋 勾短筋之后呢 我们勾五所征 然后呢 在第一个动力呢 勾短筋哈 一二三 不是五所征 是三所征哈 说错了 三所征 我们在每一个 网格里呢 勾短筋哈 这样呢 我们就等于 把我们的绣找平了哈 三所征 下一个动力勾短筋 下一个动力勾短筋 七个索筋呢 我们也这样 七个索筋的 也这样去勾哈 勾到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 喇叭修呢 我们就要勾五三所征 然后呢 跨过来勾短筋 我们这样的修的呢 收口的修的呢 我们就不要勾这三个索筋了 在这地方呢 直接勾过去哈 就是在两花之间 这边勾了一个短筋 这边呢 也要勾一个短筋哈 也要勾一个短筋 然后呢 五所征 喇叭修呢 咱就 咱就要跨过去哈 就要五 就要三所征 这个地方有损三所征啊 我又勾五所征了 然后我们这也勾个三个索筋 勾一短筋 然后呢 我们这样的就不用勾了哈 就是这点区别 我们把它勾到糙 我们这个勾到最后哈 勾到最后 然后呢 在刚才那个短筋上呢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一个锁针 断线 我们这个修的就完成了 哎呀 然后就藏下线头啊 我们再翻面 把线头勾过来 整件衣服没有 就要藏线头是不是 就是把线勾过来哈 找一根线 然后呢 就是反面的一根线哈 直接把线勾过来 勾一个锁针 穿透 这样多起 多一藏几次哈 藏完了 我们直接断线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不用 那个脱线了哈 然后我们 这件衣服的袖子就浇完了哈 整件衣服也就浇完了 看我们这个是收的哈 收的就会比较好看一点哈 就是喜欢利索一点的呢 我们就勾这种收的修的 喜欢时尚一点呢 那就勾那个小微辣的修的 都可以的哈 然后呢 我们教程就到这里